欢迎有线财经资讯台的观众 我是方可宜 先看重点财经新闻 国泰去年蝕超过216亿 管理层说暂时无意再裁员 但任何控制成本的措施都会考虑 港股先升后回 收市升134点 成交缩减到不够2000亿 科技股做好 恒生科技指数结束4年跌 内地物价连跌两个月 猪肉价格回落近一成半 国泰去年创下历尼最大亏损 是超过216亿 管理层说暂时无计划再裁员 但不排除会考虑任何控制成本的措施 并且会寻求商业融资机会 张美华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全球旅游、红空业陷入冰封 各地经济仍然未明朗 国泰去年游刑转规 国泰解释 疫情严重影响集团的业务运作和财务状况 虽然经过去年企业重组之后 令到每个月现金消耗降至10至15亿 但因应港府要求 机组人员强制隔离检疫措施 令到每个月消遣额外增加3至4亿 在2月20日开始 我们本地的机组人员 需要经过一些更加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 而这个措施是会令到 我们无论是在客或货方面 运力都会减少 从而我们的现金消耗 也会增加了每个月3至4亿 而国泰的高级管理层 今年会继续减新 同时要求所有住港地勤 以及住外地员工 在上半年参与第三轮特别休假计划 被问到会不会再裁员 或者推出无薪假 国泰就强调不排除 会考虑任何可行的方案 控制成本和现金流 但现阶段就没有计划 把香港快运上市融资 我们看市场的复苏 在这方面仍然很不明朗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灵活 去应对信息万变的情况 所以我们是不会可以排除任何可行的措施或方案 我们是会谋求去看看 尽量去看看有些什么在商业方面的融资机会 目前我们是没有任何计划 是将香港快运上市 国泰预期到了夏季 各个主要市场将会广泛接种有效疫苗 下半年业务将会有所改善 预计今年整体提供的可载客量 仍然会远低于五成 强调复苏进度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国泰去年度市超过216亿 客运收入大跌8成4 即使货运收入反升 也未能止血 在企业重组开支和特殊项目等减质下 下半年亏损进一步扩大 其中国泰、港龙连同香港快运同样录得亏损 集团指手上有286亿流动资金 加上早前发行港币大概67亿可转换债券 可以持续营运至少12个月 有线电视记者张薇华报导 港股连续第二日做好 行指最多升近500点 收市升幅收窄 科技股上升 恒生科技指数结束连续四日跌势 欧仲文报导 美债息回落 大栋科技股做好 行科指数结束连续四日跌势 最多升近6% 港股列口高开482点 建29255点 但已经是全日最高位 其后走势被内地股市拖低 10天和50天线突而复失 最后收报28907点 升134点 成交缩减至只有1904亿 目前来说港股都是因为美债那里 暂时都还没稳定下来 外面纳指的波幅都还是很大 所以目前来说香港现在的情况 都是比较上波动一些 我相信情况会继续多几天 新的经济股两边都会轮流去有个表现 目前来说大家都还是等多些外围的消息 新经济股反弹 重榜股腾讯升百分之二 美团升约百分之五 信与上个月出货量表现理想 成为表现最好蓝筹 优泰出完二月销售之后 也都有买盘追捧 本地股有回套 债息回 汇控跌百分之二 长和成跌幅最大蓝筹 有线电视记者欧仲民报道 内地物价连续两个月下跌 当中猪肉价格大幅回落近一成半 贯控局解释是受到去年高基数影响 经济师就相信 内地下半年才会有机会重现通胀 梁家欣报道 内地上个月的食品价格 由升转跌 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跌两个月 二月CPI跌百分之0.2 跌幅较一月轻微受责0.1个百分点 也略少过市场预期 按月计就升百分之0.6 食品当中受去年高基数影响 猪肉价格回落近百分之十五 拖低CPI大约0.39个百分点 不过农历年期间 就地过年需求带动电影和演出票价 按年上升百分之13 有经济师预期 短期CPI只会维持在较低水平 这个猪肉价格就跌得比较多 比起上年的同期来比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通缩的现象 机票也是按年下跌得比较多 多于20% 如果国际旅游有限度恢复的话 机票价格也有机会同比有个上升 或者没有跌得那么多 所以那个CPI 至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 2月安年就升了1.7% 升幅较1月扩大1.4个百分点 是超过两年最大升幅 彭爱耀相信 与原材料价格上升有关 金属价格的上升 主要是由于环球的财政政策 都支持一个刺激的经济方案 通常这些方案都会用作在基建 基建就用金属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PPI的复苏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会先比CPI一些 他又指 国际油价短期内会比较反复 有机会影响PPI上升趋势 有线电视记者梁家印报导 内地上月新增贷款 和社融规模增量都高过预期 2月新增贷款13,600亿人民币 比起1月减少6成2 但远高过市场预期的9,500亿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7,100亿 按月减少接近6成7 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长10.1% 增速比起1月高0.7个百分点 据报内地考虑收紧上海科创板上市门栏 要求企业更具有科技背景 上海科创板推出接近两年 彭博报导中正监考虑收紧上市标准 要求企业更加强调核心科技和创新 并且会更加严格审查财务状况 提高整体上市企业质素 最快下个月公布收定细节 报导说今次的收定并不是针对特定领域 但相信收紧标准之后 类似蚂蚁集团的金融科技企业 将会难以符合科创板上市要求 科创板推出至今 已经受理超过540间企业的上市申请 已经上市的企业就有236间 内地科技龙头八道 预计最快今个星期开始招股 有望成为今年第一只回流香港的中概股 欧仲文报道 内地搜寻引擎公司白道 已经通过广交所上市聆讯 有望成为今年首只回流的中概股 市场消息说 白道将会抢先另一间中概股 Bilibili 最快在今个星期开始招股 目标今个月完成上市 预计集资最多50亿美元 将会用于加强开发人工智能 和提升智能駕駛等 白道采用同股不同权的架构 B类股份相当于一股实票 据招股文件披露 董事长李彦宏持有白道17%的股权 但由于当中近4亿4千万股属于B类股份 投票权达57% 集团指三大增长引擎分别为移动生态 智能云和智能駕駛 去年静利让超过224亿人民币 按年急升近10倍 总收入微跌0.3%至1070亿 核心业务 即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业务 贡献超过七成收入 截至去年底 白道应用程式的每月活跃用户 增长近9%至5亿4千万户 而旗下视频平台爱奇艺 则连续三年录得亏损 订阅会员减少近半成 白道提到疫情业绩的长期影响仍未能确定 但去年在线广告需求疲弱 已经令到营销收入减少 并需要就应收涨等 作出额外信用损失准备 集团也无法评估 内地上个月颁布的反垄断政策 对业务、经营前景等的具体影响 无法保证业务营运完全遵守法规 有线电视记者欧仲文报道 报道说中美正是计划 在美国举行高层级官员会面 中方说无消息提供 路透社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 美中双方正是讨论近期举行 非常高层级的会面 南华早报引述消息说 中方有意派负责对外事务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和外长王毅 到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若成事会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中美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华府表示有和中方直接接触 但目前未确定任何的会面细致 外加部也说目前没有消息提供 但中美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海洋公园主席刘明慧说 公布改革方案之后 很多机构都表示希望合作 但要等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拨款 才可以开始招标 又说公园重开之后 人流理想 公园自从能够开之后 其实那个人流和表现 我觉得是在预期内 也算是理想的 在疫情下 在没有旅客的情况之下 那个财务 仍然受到极大的挑战 去做招标或者意向输一类的工作 只能够在采取通过拨款之后才开始 我们这个阶段 就善用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去密释和了解 来找我们的伙伴 消息说 新一期陆市居会推售钻石山啟钻苑 计划以市价5折发售 最便宜卖118万 啟钻苑鄰近钻石山港铁站 会推售2112个单位 面积由184尺到481尺不等 售价由118万到385万 平均尺价是7390元 合资格人士最快5月申请 预计7到8月缴珠 最快9月选楼 接着来还有湾区直送 会看看内地有农村 用8万奖金做招来 说要请个农业经理人 帮忙发展乡村油和销售文化产品 但这份工作原来一点都不容易做 稍后每天楼市会看看 长沙环大型新盘维港会 长营开职贯穿整间屋 休息回来记得留意 《有线财经》节目时间到这里了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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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